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才才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是小偷还是流氓啊 没准啊 咱俩还真碰上个大案子 咱们区里几个没破的大案 你都知道吗 我知道 你看 韩丽丽的案子 还有特务李小红的案子 祭祠医院电台的案子 还在那悬着呢 烈士王侠被害 那是全市的大案 还有就是和 听 烈士王侠的案子 那个凶手你还有印象吗 有 凶手是刘忠旭 国民党浦江警卫司令部 电监科中校科长 怎么了 你看见他了 还真是遇到他了 真的 在哪儿 真是太巧了 刚刚 就在这里 这样 你现在马上去给局里打电话 然后把大门守住 不要让他跑了 我去盯住他 好 注意安全 好 喂 我是周阿弟 给我转敦目红科长文物事 快 好 什么 东亚饭店 先稳住他 我马上就到 刘忠旭 你是不是刘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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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这是怎么了 周伙长 你不知道吗 古江军管会那个头号大案 破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走 明亮 非常顺利 这股忠旗跟周阿弟也很勇敢 刘忠旭被逮捕了 别乱动 走 算这小子倒霉 今天阿弟请我吃饭 还扮成一个草地的 没想到啊 还是条大鱼 吃饭的时候碰上的 是啊 你没看到那副身板 拳脚功夫啊 还真了不得 要不是阿弟帮我 我还真打不过他 组织会给你们激功的 这是我们做公安应进的职责 进去吧 走 要不是当时我这一脚过去 情况很清楚了 现在处理派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去祭祠医院 祭祠医院 还是那个电台的案子 任务就是监控炉之瓶 对于这个炉之瓶 你了解他多少 我了解啊 他从南京来浦江 上了护士学校 后来进了祭祠医院 当了护士 他的履历表上 写的是他就读于 南京女子第二中学 可是经过我们的查证 并没有叫卢之瓶的这个人 他写的来浦江的时间 是民国三十四年 也就是一九四五年 正好 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国民党蒋介石 接收浦江的时候 南京 是军统和保密局的大本营 关于祭祠医院 台北间发生的闹剧 很可能是国民党 保密局的一次行动 我们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 去逮捕他 就是想知道 他在这次行动当中 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叫李之平 是住院部的护士 浦江解放了 我们年轻人 都要积极向新政府靠拢 都是为了浦江人民的安全 你们的意思是 他还有可能是特务 阿弟 我跟郭主长 做了仔细的分析 认为他是特务的嫌疑很大 所以这次派你去 就是为了寻找证据 师父 他是共青团员 他为解放军战士陷过血 他还请我去坐抓徐顺天的报告 那怎么就是特务了 特务最擅长的就是伪装 来 宋静 没事 解放军统治被打伤了 现在需要出血 什么血型 A型 我是A型 我来信 我最怕见到死人 也最害怕提到太平间 这个可能也是我的一个 小资产阶级思想 我还得要给你这个英雄 好好学习改造呢 你的认为 就是把他这层伪装给撕下来 他要是特务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可他不是特务 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特务非常的凶残 极其狡猾 卢之平 很可能是因为知道 你是公安局的人 才刻意去接近你 并且利用你 那你是抓杀人犯受伤的呀 那你就是革命英雄 你太了不起了 我们大家都要 向周阿弟同志学习 学习他为了普疆人民 敢于牺牲的精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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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跟他 特别是大侦探 周阿弟同志 你一定要争取做革命的大侦探 最关键的是 他利用你 证明了他不在现场 没有发报的时间 阿弟 志平 你去哪儿了 我去厕所了 阿弟 志平 你干什么去了 你找我有事啊 刚才太平间弄回吧 对了 等一下 我忘了给一个病人送药了 你先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乖 你的任务 就是要找到他发报的证据 什么证据啊 发报用的电台 还有开太平间门的钥匙 还有 装作女鬼的假发 志平 你说 这头发是谁的呀 你的头发也没这么长啊 有可能是我们同事小李的吧 他经常来我的房间玩 世界上本没有鬼 有的时候 人 比鬼更可怕 阿弟 现在形势非常复杂 敌人也很狡猾 他们是无孔不入 在这个结果眼上 可不能因为错误判断 耽误了国家的大事 师父 我知道了 是 郭署长 我保证完成任务 组织上相信你 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是